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了 这是摩甘士通力 资本国际公司所宣布的 将会把台湾纳入是已开发国家的观察名单 而这也是MSCI首度的将台湾纳入这个名单之列 对台股市场可以说是一大的突破跟鼓励哦 那么台湾证交所说 这次获得纳入已开发市场的候选名单 主要是因为农历年后上线的款券日交割制度 获得了国际投资人正面的肯定 也获得了MSCI这次特别的点名 那么证交所董事长薛奇也表示 这次主动的将台湾纳入 以及开发国家观察名单之列 并不是说台湾证交所主动来争取的 他当然是非常的欢迎哦